第一天 碧鯊魚港堤防旁 三名人員停留在岸邊 岸上一名女子負責指揮 兩名同伙划著橡皮艇來到海上 沒想到下一秒 女子手拿寶特瓶就往水裡亂丟 接著後退找角度架設手機進行拍攝 而小艇上的人迅速上前打撈垃圾 我是有看到他們來親若瘦 你有看過 好像他們一來就好像速過來一直走 民眾影片拍攝地點是在基隆的碧鯊魚港 港口的清潔工作 是由基隆市政府委外來處理 但現在卻傳出廠商 疑似自導自演 這是他們個人行為 不是我們老闆這樣子 他們我今天講 我們背黑鍋背的夠多了 碧鯊魚港假日總是吸引不少遊客 到基隆雨登島 也是從這裡出發 但海面上出現不少漂浮垃圾 影響適用觀瞻 政府委外包商進行清潔工作 但沒想到現在卻傳出了負面印象 有民眾拍攝到有人將垃圾丟到我們碧鯊魚港裡面 針對這個行為我們有先做初步調查 那這個行為呢 疑似是我們清潔廠商所僱用的人員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會先針對行為依據魚港法 財罰3到15萬元 另外我們現在也在調查 這樣的行為是廠商的計畫還是個人行為 那如果是廠商的計畫 那我們會回到合約去做辦理 那如果情節嚴重屬失 那最終我們會跟廠商來做解約 並辦理相關的求償 究竟是廠商的計畫 還是員工的個人行為 都還要在調查 不過這個舉動 不僅破壞水上的生態 還可能涉行到柵嶺公堂 政府強調將會在慎重的調查釐清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